嗨 大家好 我是威斯蒂 這邊我要介紹 2024年我在全家便利商店 帶回來一個布丁狗置物箱符袋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符袋是一個布丁狗圖案的收納箱 除了這個收納箱之外 上面還有附一個布丁狗的果凍包 裡面的話我們可以拿來放很多很實用的東西 所以現在目前可以看到這個符袋 它是被塑膠袋包覆起來 那這邊有說它裡面有內含價值200塊的零食餅乾飲料的兌換券 隨時都可以到全家便利商店來做兌換的動作 那這邊有它的一個效期 那這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那這個是符袋上面的一些相關的介紹部分 那因為它現在目前在塑膠套裡面 所以有點反光 那這是符袋的後面 那這個前面這裡的話是它的一個收納箱的部分 那後面有放了一個果凍的收納袋 好那接下來我們先把這個符袋先把它打開來 好那這個符袋它上面為了避免人家把它拆開來 所以它這邊都已經密封起來了 所以我們在這裡的話從側邊把它打開來 好那接下來我們把這個符袋把它拿出來 好那裡面這些其他東西我們一樣把它拿出來看一下 OK這個就它的一個前面這個說明的部分 這個果凍套的這個收納袋跟這個收納箱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它的一個果凍套的收納袋 是長這樣子的 好那這裡面呢有它的一個相關 一些其他的符袋的一些相關的獎項的兌換資訊 那這個是它的一個符袋 它的一個東西 果凍袋 好那接下來是這一個收納箱 好那可以看到這個布丁狗這個收納箱 它的一個質感非常的好 因為它這邊採用是絨毛 這樣一個材質 OK那我們看一下它的一個 那後面這邊還有一些相關的其他的圖案的部分 然後還有它的一個果凍套在這裡 OK 好那我們把它也把它拿出來看看 好那我們把收納箱把它拿出來了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收納箱 那這裡有它的一個相關這個圖案的部分 然後呢 這個是它的一個正面 那有的帽材質 那我們在這邊直接就可以把它攤起來 這是它的一個蓋子 然後這是它的一個組合板的部分 好那這個需要做一些組裝 好那我們把組合板呢 依序把它攤開來 這個是它的一個箱子的底板 那這個是它的一個箱子的外圍的部分 所以它可以這樣把它攤開來 好那攤開來之後呢 我們把這個底板呢 把它放進去 然後呢 好 然後再把這一個蓋子把它蓋上去 好那 好給大家看一下 它還是長這樣子的 好那側邊也有這個布丁狗 這些相關的圖案的部分 好那這它的一個正面的部分 那這是它的上面 好那我覺得它呢 基本上還蠻可愛的 好那這裡我們就為大家介紹 這個2024年布丁狗 織屋箱的福袋 到這邊 那我是維斯利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